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尊重宪法 要恢复国会 但是有时候明明以在野之身 却横加干政 而且还下命令 然后有时候前面说好了 说要求要重开国会 那么等到国会真要重开了 他又不干了 那么这种情况非常多 非常不尊重法统 那么从尊重法统将 宪法这个角度来讲 他真正提 刘仲敬真正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看法是什么呢 他把一个中国现代史上的人物称为他才是真正的民国国父 而这个人呢 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回看民国史的时候 觉得最让人惋惜 觉得老天爷怎么这么对中国 就会让人有这种感慨的人物 谁呢 就三十多岁 年纪轻轻 就死去的宋教人 没错 刘仲敬说 他才可以真的说得上是民国国父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他的判断呢 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大胆的一个讲法 他说呢 这个 当时呢 民国虽有共和立宪之名 真能解其大义者 通国屈指可敬 北国人工几道 民党则顿出云势 次第无人 唯一送公 国禀民命进入军舰撤制之首 经欧激烈 补天罚财 非独夫不能止乱之行背影 民国以法力 俄州首义约法 民园约法接公首定 请注意啊 各个法 民国一开始 比如说湖北那个时候 湖北首义有个约法 那么那个约法 到了后来民园约法 全部谁写的呢 全部都是宋教人首定 天坛献草 朝昆献法 揭不出此范围 民国国父实为顿出 顿出还是指着宋教人 一生戏天下安危 瑞翼也调和南北新庸就为己任 舍攻其谁 海门朝震勇 我欲婉强攻 攻之以鼻 国父深训 民国孤楚 待将伪命于怒海狂交矣 哇 你看写的多漂亮这个话 那么这非常大胆的一个讲法 但是你又不得不佩服 这是一个很有气派的一个说法 然后呢 我们还要注意这本书 他用一个编年记事的一个写法来写 常常的一年记一个事 下面一两句话 非常的惊要 但是你会想到 对呀 怎么以前我们从来没注意到 比方说这里面提到 他说民国二年二月十四日 当时的北洋政府 禁法官入党 这件事看起来 我们平常读民国史的时候 不会注意到这一条 禁法官入党 就法官不准入政党 这有什么了不起 然而刘仲敬在这里面呢 补下一句评著 也是非常中国传统史观的写法 他写什么呢 他说 北洋最可取者 即在司法不党 却能践行 明知其笑多有碍于秉证者 你看 这个讲法多有意思 后面我们就看到 他说当时的国民党 这个革命政府 他们的一天到晚 想要搞的呢 却是怎么样 连法官都能够变成党员 而法官一入党的时候 这就等于把民国时期 唯一一个不群不党 真正在法统底下 能够秉公办事的这个群体 想要把它消灭掉 想要把它干掉 然后呢 这书里面呢 还有很多呢 非常精彩的一些的判断 就也是一个 今天我们一般人看了 甚至觉得是有点毒辣的讲法 比如说这边讲 他说 民国有大国之望者 二 接两次大战 将袭之日 一次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很有意思 我们从来没听过吧 原来中国我们给帝国主义欺负那么久 我们也帝国主义回了一把 那是什么呢 就当时俄罗斯刚刚覆灭 而苏联要建立的时候 苏维埃建立的时候 原来当时有所谓十四国干预这个事件 而中国曾经派出军队去海声威 当时北洋政府 这我们很多人都没注意到 所以列宁就曾经批判过 所谓十四帝国主义 就包括中国 然后第二次呢 就是二次大战之后的 小罗斯福总统的 所谓的四大警察 就讲把中国放进去 他说什么呢 然后刘仲敬讲 皆赖外交有道 及美国提袭所致 皆以内征自败 而主要责任者 皆唱民族大义 以国贼则外交官 己身引狼入室 求儿皇帝之革命党 所谓反帝爱国光荣史 曾有不堪言不忍言者 他这样讲的是什么 他说这句话讲的非常含蓄 但太独了这些知识 他这边帮很多人 有点含冤 你就深怨一下 比如说讲盛宣怀 说什么跟老日本 跟小日本 跟外国借很多钱 怎么样上权辱国等等 但是后来你发现 其实我们中国后来 多少的上了台的领导人 跟外国签订条约 都是也都某个程度上 照样是上权辱国 但是这时候呢 说法就不一样 就说我们这才是真正爱国 然后那些事都不愿提 都不想提起来 然后呢就说到 每次他 刘仲敬还有个国际上面 中国在国际问题上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观点 他认为呢 中国是非常需要一个 国际公法体系底下的一个 国际条约来保护中国 但是问题是 中国常常非常牛的 很有民族自尊心的 单方面宣布要废除各种的 不平等条约 不平等对待 这当然是很长民族志气的事 但是同时也是把自己呢 就脱离了这个国际的条约体系 没有了国际条约体系之后 会怎么办呢 他把甚至把这点 引申到后来 我们跟日本发生的战争上面来讲 说这也是个原因之一 而这时候他反过来 他认为反而 北洋政府很小心 北洋政府呢 轻易不会想要 动这些条约 我们说他们是上权辱国 但其实他认为北洋政府 他们了解到 对我们当时那么弱的国家来讲 法呢 反而是能够保护弱国的 这种国际上的条约约法 对我们而言才是个保护 那么当然 这也是一个 大家可以争论的一个观点 那么但是无论如何 你不能不承认 刘仲敬的确有他 很独到的一个想法在这里 我们下期见